大家好,我們是南投國小小記者林雨昕,吳瑞昕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位於藍田書院的後殿 後殿興建營營國86年 後殿的中門上掛著一塊藍頂精緻的計畫糖鞋牌 後殿86年12月興建完工 後殿興建高聳雄尾 配合前殿整修 採前滴後膏子設計 稱為步步高升 以及膠紙桃子浮雕 進行彩繪 聘請彩繪師傅 所做的作品更為精緻 後殿仁衣傳統的格調 與前殿配置必須互相襯托 殿內的私情運作的配置也齊為細緻 非常注意全面性調和 以上是南豪國小小記者 吳瑞欣 林雨昕 在藍田書院後殿 在此為您報導 謝謝大家